欢迎回到第五十二法庭 游民从南部北上打听的廖小姐 省失检用在永和买了一户房子 在房仲游说下 为了避开奢侈税 先把房子给卖掉 但明明就不是凶宅 却被买家控告是贩卖凶宅 还因此莫名其妙被假扣押了一年 害她必须和朋友借钱才能生活 拿出法院公文 廖小姐说去年接受房仲游说 在奢侈税前以低价六百万元 脱手永和鼎溪的五六楼老公寓 但卖出四个月后 买家却硬是指控买到凶宅 求长六百六十九万元 廖小姐的房产马上被法院假扣押 光是这个查选的时间 就已经费上三四个月 对啊 而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遭到莫名其妙的 先遭到假扣押 民事庭法官也证明 前屋主是生病死亡 根本不是凶宅 廖小姐当初买来也没有异状 但因为买方的提告 害她这一年来 每个月薪水被扣除三分之一外 还连累老父亲房子被查封 气到住进医院 账户和股票也被冻结 惨赔三十多万 零零总总加起来 损失将近一百万元 但让她更气的是 业者的态度 从来没有问过我说 这个房子是不是凶宅 你不闻不问就算了 那你还告诉我说 你不会处理 然后玩这种两面手法 让人家真的没办法接受 廖小姐指控房仲大小眼 只帮买家却不帮卖家 就算打到总公司也无人回应 中介业者撇清 因为房屋部属于凶宅 不在合约保障赔偿范围内 虽然不介入 但还是会提供相关资料 卖房却卖到上法院 想必是廖小姐 始料未及 上次台北市虎林街 十七年前发生过 秦沙密门的命案凶宅 经过整修出租 给不知情的房客 只是房客来来去去都住不久 其实除非是全国知名的凶宅 要避免不小心买到凶宅的方式 还是得勤劳一点 到当地多打听多走动 布满灰尘的浴缸市命案城市地点 曾经有人在这里 用电锯和刀杀害同事 之后房客始终来来去去 这里是嘉义水上香 台中酒店小姐因为感情问题 全身穿着红衣在老别墅亲身 之后诡异事件一再发生 凶宅因为它在产业上面 确实有难 如果不是全台阶支的凶宅 时间还会冲淡一切 像是台北虎林街的灭门血案 过了十七年 现在整修成小套房 租给不知情的房客 避免买到凶宅 还是得靠自己双脚 到现场去问问附近邻居 这这这这二老爹有多多 对不对 现在还有人住在那里 你转这种凶宅 没有人没人 但是如果遇到比较远的地方 不方便前往 民众也可以到凶宅网 和网友一同讨论 或是翻找旧报纸找讯息 避免在不知情下 砸大钱和另一个空间住在一起 欢迎和我们一起揭发 不公不义的事 可以记到中文字幕 中天第五十二信箱传真 或中天连政公署的脸书 中天新闻绝对会帮你追查到底 小失眠心声 坚持社会正义 谢谢您收看中天第五十二法庭 我是赖丽莹 我们下周准时开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失眠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